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星期四在首都加拉加斯对支持者说 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支持总统马杜罗 自称临时总统的瓜伊多表示 这两个国家只是为了他们在委内瑞拉的商业利益 尽管包括美国在来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合法总统 但是俄罗斯和中国都表示支持马杜罗 他说总统马杜罗政府是孤立的 他们不能够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 他们并没有国际盟友 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支持他们 这是一个很大的谋论 没有人支持他们 俄罗斯和中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是合理的 我完全理解 和所有国家一样 他们必须明白保护公民的唯一途径就是法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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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